理論上我們這個解題,510這一題的話 基本上我們就是以這個證照考試 它要的答案為優先 至於就是說如果你假設未來對於數學相關理論 好像廢式數列這也是一個數學相關的理論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也許不妨你在維基百科稍微看一下 OK,做一些變化 那當然我是覺得它概念還蠻好的 就是可以推估未來 比如說你多久之後的話 可能這個數量會是多少 像比如說你的那個倉庫管理部分 或者是說你的買進貨要應該進多少 那出貨多久會是滿足某個數字等等的 我想這個當然就可以套用這個廢式數列 來做一個趨勢分析 那只是說因為也許我們先不要講那麼遠 我們基本上就是假如說我今天眼前看到的就是這樣的一個需求 也就是說開頭一定是什麼?0跟1 那後面的話呢的數字一定是什麼?空白 一個空白再加上前兩個數字的總和 OK 然後呢它會不斷不斷的變化 也就是說呢我們剛剛有產生兩個變數 一個N1一個N2 所以這兩個N1跟N2的這個數字 其實是可以跟著變的 那基本上我是用這樣的方式推敲的 那推敲對應到程式裡面呢 我應該做什麼樣的程式撰寫 所以第一個我先讓它輸入一個 它將來需要的這個數字範圍 所以比如說0到34 這邊總共有10個 10個整數 中間一定加空白 開頭一定是0跟1 那後面的話就是 它前面兩個數字的加總 那我已經有這個概念了 所以我就把它先 產生什麼? 讓它input 所以將來 也許可以從那個題目裡面就可以找到答案了 第一個先產生一個這個變 第二個的話就0跟1 這兩個的話分別放在N1跟N2 然後我把它先串在一起 所以把0跟1串在S裡面 所以S裡面的話基本上就0 空一格1 那後面的話呢就分別再把它串 所以後面怎麼把它繼續串下去 所以從3開始 因為0跟1已經有了 我們從3 那3到什麼呢? 3到最後一個數字 就是 也許我們輸入10 那10加1 就是到11停下來 所以 其實理論上就是3到10 那再來的話呢 後面我們要怎麼樣把這個S的部分 其實關鍵就是這個S 這個S的話怎麼樣繼續串 所以基本上的話 那我這邊已經串0跟 後面的話要串下一個數字 所以基本上 我們就怎麼樣 把這個裡面 後面 後面這個數字 後面這個數字的話 基本上就是把1跟2加在一起 所以呢 後面也許我再多一個變數 叫N3好了 N3等於什麼呢? 把這兩個數字加在一起 所以把 N1加上N2 加在一起 那 預設只是0跟1 所以加在一起還是1 OK 其實就是這個數字 那我就把它 得到這個3 再串在哪裡? 串在這個S的後面 OK 所以後面的話怎麼串 那我就把3 串到後面去 所以3怎麼串到後面去呢? 接下來的話我就把S 等於什麼呢? S自己本身 所以呢 我們S 前面講過了 這就是文字的串接 串什麼呢? 有沒有 其實就是0 空一個1 後面再串一個1 所以and一個空白 然後再串什麼? 串N3在後面就可以 OK N3記得一定要轉型 String 然後這邊加一個N3 好 那也就是說呢 將來 我們把這個串進來之後的話 那就是01 然後串一個空白1 就串到這裡了 可是後面下一個呢 下一個2 那2我要怎麼樣 可以剛剛好 可以繼續 那繼續的話特別注意 那你就勢必怎麼樣 1跟2這個數字必須要變更 那怎麼變更呢? 基本上的話就是把 N2裡面的值 放到N1裡面 然後把N3裡面的值 放到N2裡面去 所以這樣就一個循環的 所以我想到的方法 就是什麼 我們可以再把那個 1 N1裡面 本來是放0 OK 那我現在要放多少 因為要往後一個推了 OK 所以這邊等於什麼 等於N2 把N2放到N1裡面去 然後呢 再把什麼呢 把N3裡面的值 放到N2裡面去 OK 也就是說 把後面一個值 放到前面一個 放到前面一個 好 那這樣N1跟N2就變了 變成1跟1了 OK 所以啊 再來的話 我們就可以讓它繼續跑了 最後的話呢 它就會變成 它就會變成把1 放到1裡面去 這個1 放到之後 換下一個 那下一個的話呢 那當然就是這個串 下一個的話就是把 N1跟N2加在一起的話 那就是把1跟1加在一起 那就這個N3變2了 OK 那再來一樣 往前推 就變成說 1跟2加在一起變3 然後呢 2跟3加在一起變5 一直在一推 然後繼續串串串 就是把這個後面的資料 全部往後串 直到34為止 34的話就是最後這個 OK 那最後的話 我只要把它print出來 print的話呢 那我就是 把什麼print出來 把sprint出來 那這樣的話呢 就完成我要的結果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 我想到 最 直接的 因為我的邏輯裡面想到 就是這樣的一個 敘述 那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串 執行之後的話呢 看能不能串出我要的結果 當然這個地方比較麻煩就是 可能 你對於那個 自串的串切部分 可能要特別特別 前面有寫過類似的東西 只是有些同學可能對於自串的串接 還不是那麼熟悉 另外的話 怎麼樣把前一個數字的值放在 後一個數字的值放在前一個數字裡面去 其實因為是變數 所以可以把它蓋過去 好那我們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執行 那假如輸入10的話 應該要得到什麼 得到這一邊看到的 就是0到34 所以把它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Enter一下 0到34 沒問題 那再來的話 輸入20的話 那就變成4181了 所以 讓它一直往後面 4181 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再來的話 我們就是 OK 再執行一下 這邊的話就是 20 那各位可以看到 4181 也沒錯 那當然也是一樣 就是 每一個數字 後面就是 這兩個數字加總的結果 那就是後面一個數字 前面因為多一個空白 所以把它串在前面去就對了 所以 基本上後面的東西呢 就是這一段敘述 自己本身 再去串空白 然後串什麼 串相加的結果 OK 因為是 數字 跟文字串接 所以這邊一定要轉型 那再分別把 前面兩個的號碼 再分別丟到前面去 丟到前面去 直到跑完為止 OK 那這個部分的話 第一階段我們就完成了 那再來第二階段 其實也是跟剛剛這個 前面的題目一樣 就是 目前呢我們做完的結果 他沒有轉換成 這個制定函數 那要怎麼把它轉成制定函數 其實這個甚至可以把它規範化 甚至SOP 都跟前面一樣 他題目是要一樣做什麼 把它寫成一個 Lumber OK 把它傳過去 也是Compute 這個部分的話 待會我們再來看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 把我剛剛寫的部分 先完成 那一樣 這個寫完的 解答 參考解答的話 我一樣把它放在雲端 解答裡面的第幾頁 第26頁 OK 其實分兩階段 第一階段是沒有Function的 我剛剛寫的沒有Function 那有Function的話怎麼改 待會我們再來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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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